这名20岁的女子当时前往银行准备取款 行员察觉有意是通报警方到场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形 好的女子向警方表示 她是在网路上看到化妆品兼职广告讯息 跟对方加LINE之后 对方说需要租用网路平台以及网银账户 来协助公司商品上架 而且只要出租网银账户 一天就可以获取2500元的奖金 让女子是相当的心动不宜有她 就依照指示前往银行提领 流入她名下的不法金流 而且提领完之后就当场要结清账户 因此行员察觉有意报警处理 那么女子还拿出合约 向警方表示她有跟对方签约 不过警方一查合约书 台湾并没有适用这样的制度 女子这才恍然大悟 我将写伴一下 不是很红的 我将写伴一下